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种就是过度解读领导 就是老头了坏心眼儿 后来遇到了很多就是模特的哥哥姐姐 我就觉得我算什么 那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我算什么 我作弊了 没关系我也作弊 但我作弊做得还不够 你是想应聘一个两万五的人事岗 对 人家家的六大模块是哪 六大模块 你不知道吧 你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认知 来看到这个岗位的话 别说2.5了 我觉得5千我都不愿意给你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我是大卫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欢迎各位企业家 欢迎你们的到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不想掉头发的理科脑袋 我想问一下 文科的脑袋就想掉头发吗 董文正你想掉头发吗 已经掉了 你看他偷了 为什么大家认为 理科的脑袋就一定要掉头发呢 我想问一下小波 你们上学那会儿 大伙有聊过这个有气的话题吗 理科的都比较理性 掉头发跟理科文科脑袋关系不大 所以不怎么聊 我觉得也是 其实每一颗脑袋都不想掉头发 但是呢 不知道这位求职者 他这颗理科的脑袋里头 究竟想的都是些什么 来吧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颗 理科的脑袋走上舞台 杨凤鸣 21岁 上海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学历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杨凤鸣 来自上海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现在呢 是一名大三的再读大学生 我想要找的理想岗位 是LOS技术开发岗 我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期望薪资呢 是8000一个月 好 欢迎你小伙子 低头 我耗一点啊 您好 你要疼你告诉我啊 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这都是真的吗 原装的吗 是真的吗 是吧 是是是 还行啊 发量可以啊 没有说掉得很厉害啊 为什么说就是 不想要掉头发的理科脑袋呢 首先我本人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嘛 对标是程学嘛 对 然后网上不是有传说 计算机专业就容易掉头发嘛 啊 其实我大二的时候 就是脱发比较严重嘛 其实我后面就是 牛点天地中海 不过现在好多了 你给我看看 现在好多了 没有 多虑了 多虑了 对 然后在大二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我头发这个状况嘛 我就想着是 搬上健身卡吧 强身健体一下 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恢复一下 然后头发也长一长 对 平时喜欢健身 对 我看出来了 把一个这样的 给各位企业家展示一下 20多岁小伙子啊 寻生健瘦的肌肉 可是健身对头发 好像也不是很友好啊 对 撸铁也会掉头发的 撸铁 是吗 是的 因为这个鲁铁的时候 它会产生大量的 这个雄性激素 抑制头发的生长 所以健身要有一个 接下来科普大求真的环节就到了 我们来请问舞台上 理科脑袋 同样也是和医学 有着非常紧密关系的企业家 陈小波先生 来简单地帮我们来说一下 陈一峰先生认为 健身会掉头发 这个观点正确吗 从某个层面讲是正确的 健身并不能够生发 如果你有生发的健身方法 欢迎推荐给我们赛作各位 其实说是健身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规律生活 有了更好的作息 这个头发自然就长出来了 对 作息规律很重要 你说你是理科脑袋 对 你今天来找的岗位是 IOS移动端工程开发岗 技术岗 对 技术岗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 那个IOS 什么玩儿后边的那一串 IOS是吗 对 IOS它就是 不是LOS 是IOS 它是苹果手机的一个系统 我是从大一的时候 就接触到了苹果编程 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苹果的比赛 那么走上了这个苹果编程的这条道路 学这个专业 你们是不是要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俗称打比赛 对的 你打的比赛多吗 打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拿过奖吧 拿过奖 大家快看 快看我们小伙子的这个报名表 获奖成绩还是不错的 来跟我们说说 你做的这些获奖的作品 大概都是什么内容 我这边准备了一份PPT 可以播放一下吗 好 这边第一份就是 关于移动应用创新赛获奖的两个证书 分别是在22年和23年 你这个带队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作为队长 带领了两个队员 一起掌握了这个华东地区的二等奖 然后这是我22年参加的第一个作品 中文名叫做靠谱 为什么说是靠谱呢 我这个软件的受众人群就是偏老年化的 当初我的奶奶听到了一些网上的一些传言 比如说未经有毒 它不能过量地吃什么隔夜菜 不能酒放 它这个东西已经是被一些官方证实过 其实是谣言 但是呢 在老人群体 然后他们就会真的就 以讹传讹信以为真 我就想做出这一款软件 用户可以直接在上面输入 你想要搜的一些内容 AI机器人他会告诉你 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背后是有一个大数据 对吧 对的对的 这个现在在应用商店里还能下载到吗 我这个当时只是为了参加这个比赛 对还没有上架 不过以后的话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考虑上架的 好 下一PP team呢 是在二三年获得讲 叫Cose 是中国名字叫通语 它是帮助听障人群 听障人群 他现在也可以用手机来打字了嘛 对吧 可以和我们沟通交流 但是他们一开始学习的语言是首语 首语的语序和我们语序是不通的 然后我就想通过我这个软件 来帮助他们调整语序 学习语序 然后来更好的和我们沟通交流 明白了 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今年刚获得的 WWDC Swift的学生挑战赛 入围了全球350位 哇 要说这个Swift呢 现在要从我的大一开始说起 这个呢 是我大一的时候 参加这个比赛提交的一个作品 是关于化学合成的 可以看到我就是 整个界面都是比较清秀 然后比较幼稚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它就是教授小孩 两个元素在一起 在对应的状态下 比如说点燃 或者是在溶剂里面充分搅拌 然后它们会产生 对应的化学反应 但是很遗憾 这一次的作品 并没有获奖 然后我就不死心嘛 第二年 激旧参加了这个比赛 风光厨房 对 风光厨房 我就采用了一个 3D的一个技术 然后在软件里面 搭出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场景 我的灵感来自于 我小时候 喜欢在厨房里面那些碗啊 锅碗瓢盆什么 敲一敲 它会有自己的声音 就像现在的打击乐一样 对 然后我就想把自己的厨房 编成一个乐队 然后一个曲谱 然后有了这个曲谱 就可以在上面编曲来播放 然后呢 很遗憾 这一个虽然创意到了 但是也没有获奖 没关系 对 我想插一句啊 我觉得没必要 非得用 是否获奖 来定义自己这个作品 是不是好的 明白吗 继续啊 然后今年呢 用这款作品 获得了今年的这个奖项 然后它呢 是通过物理引擎 来实现引力的一个效果 通过放置那个引力的那个黑洞 来牵引这个飞船 然后往对应的航道来偏移 因为这个作品 获得了今年的比赛嘛 所以我还准备了一个演示视频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可以在这边给各位播放一下 好的 这前面是这个引导页 这页呢 是告诉引力有什么作用 你看它偏转了飞船行进的方向 然后这是告诉你整个界面要怎么玩 下面的空间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进入了第一关 这里的陨石呢 就是障碍物 我们需要躲避这个障碍物 并且成功抵达这个星球 第一关呢 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放置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关呢 它的就比较复杂了一些 需要放置两个来 牵引它的方向 第三个的话就更加的复杂了一点 然后这边呢 我为了防止评委看不懂 设置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 不用防止 你的猜想是对的 我大概我看明白了 它能引导孩子们去了解 天体物理背后的一些基本逻辑 寓教于乐 挺有创意的 像我们现在的教学 也在做这样的一些课件 对 刚才您说那一点 寓教于乐是对的 先让孩子们感兴趣 没错 包括前头他说化学那个 拿没拿奖 我真觉得不重要 就你这个东西 老董他一摆出来 孩子们要是感兴趣 你先吸引他 没错 吸引他 他喜欢看 比你这个东西获奖更重要 作为小孩的家长 其实我们家还老迷恋手机 也老玩游戏 但是坦白说 看到他的游戏 我是愿意让孩子玩的 是吧 对 不管是那个化学实验 还是您刚才获奖 这个天体物理有关的 您会觉得既有趣 还有认知的探索 比那个好多 他们现在痴迷的数款 我们再来听听 另一位孩妈的观点 小燕有什么要说的 因为我是外行 然后我就场外求助了一下 Appstone的这个 中国区负责人 是我同学 我就把刚才这个拍给他看 然后他的评论是还不错 说学院派独立游戏 他看到的作品里面 算是不错的作品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官方的认证 那就挺好了 我们给小伙子 有点掌声了 谢谢 年纪轻轻 大三就有这么好的作品 我问个问题 你现在大学在校成绩怎么样 在校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前5%左右 一共多少人 我们专业一共是80人 80人 前50% 谁算一下 这是多少 前4名 那成绩还不错 你现在是来找实习港 对的 你之前有过实习经历吗 之前有过两次的实习经历 第一次的实习经历呢 是参与到了苹果的一个项目 是给工厂里面的工人 进行一些简单的 编程课的教学 我作为主讲老师 会给他们线上直播 然后并且课后答疑 最后也是帮助他们 顺利地结业了 对 当时教授的人 有700多个 第二段实习经历呢 是在我的暑假 从事的是流程开发的一个项目 你在实习的公司里面 没有想着留下来继续工作吗 还是要以学业为主 然后实习的话 还是更多的是丰富自己的精力 我问你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招实习生的时候 往往希望这个实习生能留下来 比如说了解我们公司 了解我们文化 了解这个项目 那你在找实习工作的时候 你会看中什么 首先呢 我会先考虑我自己的生活吧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会更倾向于找 上海地区的一些工作 更希望就是在这个公司 长久地待下去的 我和段东的问题不一样 段东作为企业家 他肯定希望遇到了一个 比较合适的人才 你不仅能够实习 最终能够留下来 我想问一个问题 大三了 有考研的想法吗 我选择的就是 去实习找工作 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呢 首先呢 我的文化课就是偏文科的略差 然后呢 我不想把考研 作为我找工作的一个方式 而希望就是我找到工作之后 再通过考研来提升我自己的能力 这个想法我得请教一下 你先别急着鼓掌 小叶 你觉得好 我觉得特别好 你觉得好在哪 是因为我现在见了太多的 就是在毕业的时候 找不到工作去考研的人 而且很多人是没有弄清楚 为什么要考研呢 恰恰是我觉得工作经验 会帮助你说找到未来研究方向 因为研究生的这个学习方式 和本科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你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细分领域 一个小切口进去 但这件事是你很难从学习之中获得的 是不是 杨凤鸣没有因为就业而去选择考研 对 而是选择先就业 再择业 这个业既是学业 也可能是职业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亚运 像这个小伙子 他这种想法 我先找一个工作 然后根据工作的实际需求 我再决定是否深造 这个想法对吗 对于凤鸣 这个选手来说特别对 因为第一个呢 他是一个偏应用型的 他有很多创意和想法 如果能够在企业当中 有一定的实践 他带着自己的实践 和对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和专业的定位 再去考研 他的这种内在动力 和他的外在的应用机会 会更多一些 而不是盲目的 还没想清楚 要学哪个方向 和做哪件事 就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我觉得各个行业 有各个行业特性 学计算机的这种 还是应该先以实践为主 先就业 再考虑后续的发展 是继续深造也好 还是说选择新的方向也好 这个很重要 其实大卫老师 你说是否他在读研之中 再用课余的时间去找实习岗 我觉得您说的不对 我是高度认同 刚才小波总说的观点 就是行业不同 专业不同 然后你是先选择就业 还是先选择读研 这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觉得医科学生 他就应该一路读上去 为什么 他们可能在第三年第二年 就开始进入临床的实习 他有实习的这些经验 他往上读 他就有实践 但是对于有一些 大部分的应用专业的学生来说 他只有真正的 深入到市场中去 深入到说产品的研发中去 你才知道我最后想要什么 我觉得反而这是他考研 在你的专业领域里边 我第一看到你的专业兴趣 是在计算机领域 第二我觉得你在这方面 有自己的探索 你应该在这个行业去深造 你并不是急于去找一个工作 你在这个专业领域 如果你彷徨不定 我反正觉得你不应该考研 你现在很明确 我喜欢计算机 我在这个领域里边 要挑战未来的可能性 你为什么不深造一下呢 上海商学院的考研率 是3%到4% 它的排名是5% 所以考研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个 百分之百把握的选项 你就喜欢你这种 用数据说话的男人 第二点 他明确地有两分之一精力 他在上海找的一个 月薪八天的 这样的工作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 一个基本信息去谈 要不要考研 所以我的观点是 要选择一个更适合他的 这个小伙子上来 我们都觉得他做技术 其实你们都忽略了一点 他是有管理潜能的 而且他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 我不想掉头发 第二个 我喜欢比较自由的工作 他未来的职业规划 很有可能是 不是一条技术走到死 对 我特别同意春雨老师后半段 就是我觉得 你的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不要定义成一个 软件开发工程师 对咯 因为你真正的亮点 不在于写代码 我觉得你们的观点充满了偏见 他排的第四第五 就难道不能考研了吗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的优势不在于考研 当下他的心态 首先他没有对考研 拿出十足的把握 还没有准备那么好 第二个 他自己的心态是 愿意先就业去判断一下 自己的未来的行业赛道 和专业方向 这个我们觉得职业规划 一定要尊重他内心当下的选择 但不代表他未来不考 我相信这个孩子 他有报复的时候 也许他未来读的是商学院 要服务于他的管理职能 也可能读的是技术 不知道 也可能读的是设计 让他探索一下 没毛病 而且他说的特别明白 他说考研是我的职业加速 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目标 我来问问舒奇 你们企业要招人 就像他这种的 你看中 对吧 学历 还是看中他毕业之后的经历 如果他的岗位是一个算法工程师 或者是架构师 那么研究生是打底的门槛 因为他要更精深的技术 如果他是一个IOS的研发工程师 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师 那么一定是经验和能力更重要 明白了 这就一针见血了 其实东舒和其他所有嘉宾的观点 是一个阶梯式的 没有高低之分 他现在的情况 可以去找工作实习 这是他的初级阶段 但其实您二位所说的 建议他考研 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 那是他转型的更高追求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你职场情商 你熬夜做的PPT 领导说 你觉得这好看吗 你怎么回应 首先那领导提出了 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那肯定先是自己的反思 是不是在熬夜的时候 做了很多无用功 到底这个PPT是被美化了 还是又加了更多的 没有用的功能 这是第一点 是我需要考虑的 再次一次就是 如果我真的就是 考虑到了领导 所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地方 进行了我自认为的补充 那么的话 我会和领导好好沟通 然后让他了解 我这个地方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设计 试图让领导觉得 我这样做 其实是没问题的 如果领导就再觉得 还是不好看 那么就只能就是 听领导的想法吧 那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可能是当你面对领导的建议 应该如何回复 第一个 回应他的情绪 他可能对他不满意 你可能这样 第二个 提出解决办法 这是你后来去做的 但是他的这种回复 其实不是关于情商的 他是相信领导 说这句话是为他好 所以我看到他情商背后 其实更多的是善良 我得反对淳于老师的观点了 反而我会觉得 这个小伙子 他的沟通表达 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换位思考 而且他有情绪共鸣 他能理解到那句话 你觉得这好看吗 肯定领导有一些认为不好的意思 他去觉察了领导的感受 理解感受之后 再讲一讲我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听听领导的看法 你觉得杨凤鸣答得怎么样 小波 后半步答得挺不错的 解决问题 但是首先要承认错误 为什么要承认错误 哪错了 领导又没有说你错 你这种就是过度解读领导 就是老头了坏心眼 真的是 领导又没有说这样不好看 他就问你说你觉得好看吗 你这么做肯定是觉得好看 对不对 不会那么评价地说 你觉得好看吗 那为什么不能呢 你的生活中没有遇到善良的人吗 你没有遇到过 能正经问你这句话的人吗 你要证明你过得不幸福 我们年轻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年轻的领导会 年轻人就是这样说的 小燕 你觉得你好看吗 我觉得我挺好看的呀 其实小波刚才所谓的认错 不是说真有错 而是先给领导一个情绪价值 然后再探讨如何改正 好 职场情商课过后 接下来在大家做选择之前 还要跟你聊点专业的 你现在就是说 就想找今天这个 iOS移动端的开发工程师的实习岗 如果企业家有其他 认为适合你的岗位 你考虑吗 包括地点可能在上海之外 工作地点的话 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上海 好 希望新筹写的是八千 亚云 来 给我们的杨凤鸣介绍一下 关于实习工资的具体 实习工资的话 如果是技术岗位 差不多在一百五左右 每一天 如果你的技术特别优秀的话 可能企业能给到两百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好 其他的岗位考虑吗 方明 其他的岗位的话 可能会考虑 来吧 各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还剩下两盏灯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的岗位是产品助理 每天二百 北京和石家庄 进入六人游之后呢 你会跟着一个大咖 产品大咖去学习 另外一个呢 如果说你想转型的话 你可以转运营 管理岗 可以看看全世界 因为我们是做全球旅行的 好 杨凤鸣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你们缺不缺程序开发 有 有 有 我们缺 但是呢 我觉得 你不仅仅做程序员 国益集团主要是做 校园 投建和运营 然后呢 平时 要做一些软件系统的开发 主要做客件 或者是适合孩子应用的一些开发 我们现在集团当中 像你这种情况 呃 是好多 首先就业是对的 现在看的考研是 想当然的 过于这个理想化 工作了半年 再去研究是否考研 或者一两年以后 再去研究考研 它的实用性很强 当然我们的职业规划的老师 也会给你做未来的考研 这个提示 在考研的期间 你还是继续可以在岗工作的 所以呢 给你的岗位是 IOS的数字校园的部门 做客件的程序开发 啊 工作地点就在上海 实习期的工资是6000加 好 杨峰明 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 小伙子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国语集团 祝贺董文正 感谢潮汐 你该请我走 不好意思 谢谢 凤鸣 我想说几句啊 首先呢 非常优秀 人家很有想法 但我在你整个发言当中 我发一个问题在于哪 你最欣赏自己的作品 是获奖的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 是个好作品 绝对不是一个获奖的作品 是的 是一个有益 有价值的作品 才是好作品 其实小伯刚才说的 我也很委婉地提醒他了 不要用是否拿奖 来定义自己是不是成功 有的时候 那些看起来没获奖的东西 反而会具有持久 和旺盛的生命力 加油啊 希望你在国语智慧集团 一切顺利 再见 小伙子 再见 小伙子再见 我今天来了 菲尼莫说的舞台 最大的收获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 得到老师的认可 那第二个呢 就是找到一份 对于我自己来说 比较合适的一个岗位 这样呢 我就可以一边学习 一边继续忙我的实习 来 让我们来看 下一位求职者的 面试关键词 有辨识度的幸运小太阳 哇 这个词好啊 感觉很可爱的感觉 来吧 什么样的有辨识度的 幸运小太阳呢 我们有请小太阳走上舞台 来照亮她的面试 全过程 段旭涵 二十四岁 厦门集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学历 大家好 我叫段旭涵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河南省西乡市 我的期待职业呢 是新媒体行业的 脚本策划 偏编导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出镜的 然后我的理想工资呢 是在一万家左右的底薪 谢谢大家 为什么是有辨识度的幸运小太呀 其实就是很幸运 大家都能记住我 我觉得可能是跟我比较爱笑有关系 2017年广州国际模特大赛季军 2018年京东新面孔模特比赛 平面组季军 哇 参加过不少这个平模的比赛啊 对 你从小身高就这个比例吗 因为我的妈妈之前也是模特 我觉得我在小学的时候 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可能身高偏高 但是后来遇到了很多 就是模特的哥哥姐姐 我就觉得 我算什么 那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我算什么 我作弊了 我作弊了 没关系 我也作弊 但是我作弊做得还不够啊 但是大老师确实 刚才听她说 她是你广州模特大赛季军的时候 我心里面确实是 我看了一下她身高 她这个1米74的身高 在这个T台模特里面 确实是一个 已经低于一个平均线了 正常是1米75以上 但是她头身比很好 谢谢老师 你这是来找什么岗位啊 我今天想找的是一个 新媒体的脚本策划片编导之类的 因为我之前呢 有做过出镜的演员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 也是平编模特 所以说我经常会去拍一些 像一些小广告呀 我自己我觉得 我对于脚本策划 还有编导这方面 也是比较擅长的 因为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博主 你有带你自己做的 这个编导和脚本策划的作品吗 我有剪过一些小视频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叫做过了 我们前两天不是发了个 戴防晒帽的视频吗 这个小火了一些 刚开通的橱窗 因为卖帽子卖了100多单 然后厂家就给我打电话 你好 是端女士吗 因为你把我们的防晒帽子 卖出来了100多单 所以说为了感谢您 我们把帽子 所有颜色都寄给您了 然后我就翻到单程序 很多人说 这个帽子会被封关好 然后又有人说了 你这个帽子戴上去看这段路 还有人说 你这个帽子起点 我说一点都不安全 越来越热了 跟大兴老师去逛布料市场 大兴老师最后选定 亚麻为这一季的主材料 亚麻作为100%的 纯天然植物纤维布料 开花截子反复布筛而至 是布料中最结实 而且历史悠久的原质布料 其稀罕程度 以及它的透气性 一直被人们叫做软黄金 有些人会觉得亚麻太过简约 而且抗皱性不强 但是这也是亚麻 者为什么叫做富贵皱的原因 由正确的站姿坐姿 影响出来的褶皱 也是一波钟爱老前风人的首选 但是咱是普通人 就不这那那这了 穿着舒服才是关键 但我们喜欢真丝质感 还有亚麻布料的溯源 是因为我们喜欢环保 还有反普归真的自然感 我们这次根据不同肤色 选取了两种颜色 一是适合我这种偏白的浅卡期 颜色可以互换定制 今天先来讲讲我身上 这个小马甲套装 亚麻马甲套装不少见 但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 依旧选择了自选定制版本 先说上衣 微顶马甲适合各种脸型 拉长脖颈的视觉比例 袖口设计八字围开 最大程度满足了舒适性和折腹乳 肩便郁染的牛角扣 中和了衣色 体现了自然感 衣角衣领相互衔接 周胯虎的同时露出裤腰 拉高腰线的衍伸比例 裤腰依旧选择在 其上三指定位 考虑人体生理学 跟形体一态分析 腰部最细的地方 手口定点 身高视觉比例更加完美 我们家裤子就是 做到穿上不劈腿 你是不是镜子有问题 我可能 隐形裤空美学角度留白 细节内配同色系拉链走线 依旧我们身高体重不做参考 一刻一马 懂得来哦 卖货卖得这么有意思 真的是难得 真的是难得 谢谢老师 我的其实还有一个小副业 是我有一家工作室 是做专门的服装定制的 那两个视频 卖了多少件产品啊 定制的那个衣服呢 是我工作室的一个 就是属于一个小爆款吧 我们因为是定制 几乎就是每天就会订单 应该是在六到七单左右 要你今天可以加一单 我到时候就去下单 谢谢 谢谢 我刚才看了一下 您的账号啊 做运营这块 信心来源于哪里呢 好问题 运营就是特别是网络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字 网感 就是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敏感度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 而且要能捕捉到每一期的这个热点 然后我觉得我还挺有这个网感度的 那你的这些做短视频也好 然后写脚本也好 这些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 还是说你跟哪里学习的 是这样子的 我之前有一份工作是做本地生活的 本地生活的探店呀 还有本地生活的一些广告接单呀 我会去拍 然后也会去出镜一些就是视频 我来请教一下文吉尔 刚才你提议说要看选手的两个作品 看完以后你的反馈是 怎么说 其实24岁的这个年纪啊 包括他整个的舞台状态 我觉得他目前处在一个很自信的状态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编导这个赛导 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看了他这两个视频 我觉得他的文字逻辑和结构 就是很简单 他是铺平直术 他其实写的就是这种 偏科普类的议论文 从他的这个视频中 我没有觉得他的编导能力很强 但是我觉得他的脚本策划能力还可以 我觉得老师说的对 因为编导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 因为我本身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有值比较感兴趣 所以说呢 我觉得老师说的对 就是编导这方面的话 可能是 弱项 我有点欠缺 但是我觉得脚本这边 就像刚才的那四的就是 比如说生活Vlog呀 还有就是包括像一些 简单的小广告这些脚本 我觉得我是可以胜任的 那我们的面试有才艺展示 你今天的才艺展示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曾经的一个形体老师 现在也是形体老师 那给大家纠正一下形体 好呀 那我们给你请上一位企业家 行 然后你给他做一下形体方面的这个辅导 好不好 体态测评 体态测评 行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董文正 有请 老师想问一下您平时坐的时间久吗 一直坐着 好 来 我们先来双脚并骑 来 肩膀放松 来 双手自然放松 放在我们的身体两侧 我先目测看一下啊 老师呢 其实他的整体的状态 作为男生来说还是挺端庄稳重的 他的高低肩呢 没有说是特别的明显 哦 他有高低肩 对 有一点轻微的 其实正常人都会有 是这边高吗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话 平时无论是睡姿 还是平时的背包姿势 都会影响我们的肩膀 虽然说这个是正常的 没有说太大的浮动 您可以平时下意识地去 落低这个高的肩膀 还有一点呢 是老师请把您的脚给并齐 嗯 您平时呢 站得不多 我觉得您没事的时候 可以怎么呢 就贴一会儿墙 然后把您的膝盖 还有您的小腿肚 来下意识地往里转 这个位置 小腿肚往里转 然后对 往里转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累 然后膝盖的尽量并齐 这样可以很好的 去矫正一下您的腿形 您平时运动吗 天天运动 天天运动 天天运动的话 您做的那个 有氧多还是无氧多 吃饭多 我这边有一个小建议 吃饭的说话都特别多 我这边有一个小建议 如果说您平时是运动的话 我不太建议您选择跑步 或者是走路 因为对您的膝关节会不好 这样的长时间的话 也会影响膝盖机翼 谢谢 然后我们可以平时呢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形体里面呢 叫一个五点一线的贴墙法 就是我们的头的后脑勺 还有我们的肩胛骨 还有我们的臀部 还有我们的小腿肚 还有我们的脚后跟 这几点贴近墙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好的形体呢 就是从侧面来看 是你的身体垂直于地面 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的 虽然说我们的脊椎 有一点点的生理的弯曲 但是其实竖着看还是直的 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脖子前倾 或者是骨盆前倾 这样的状态 那就说明我们的形体 不是说一个从侧面来看 是与地面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了 还有很多人就是会觉得 您可以来挺胸抬头 你看 很多人在挺胸抬头的话 都会下意识选择 这个样子挺胸抬头 其实挺胸抬头 我们要怎么样 来 老师你跟我做 来 肩膀向前 好 向上 好 向后 好 落下去 好 您再试一下 这样转肩膀 落下去的感觉 跟您放松 直接抬起来 这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展开了 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要放松 然后把我们的肩胛骨 给转开 打开 舒展开来 这个叫做一个 我们的挺胸抬头 然后呢 就是您平时的话 就是注意运动的话 保护膝盖 然后没事的话 可以靠我们的贴墙呀 去维持一下就可以了 好 只有你的 一会儿我就把他凳子撤了 让他站在后面那堵墙那儿 就让他站着面试啊 而且很优秀 很委婉地告诉我 胖不能伤膝盖 他说的是对的 平时这个不注意的时候 这个姿态 形体很随意 静椎就不好了 不光是我 你们大伙都一样 老是很随意的 其实他刚才那么一纠正的话 还挺舒服的 舒服啊 对 挺舒服的 好 把掌声送给小段 谢谢小段 谢谢 也感谢董文正啊 辛苦了 陶西先生 你觉得小段 他的才艺展示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打85分 因为首先第一个呢 他先说明了我要做什么 而且呢 有理论 有实践 有结果 而且有互动 在这一点上非常的难得 谢谢老师 我觉得有一说 一客观说 旭涵他身上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是 他有多角色的胜任力 这是他的成长的基础素养 还有他的形象气质 历练的 然后第二个 他的整体的沟通表达 包括亲和力 是很容易做一些 对外的或者台前的工作 这也是他的加分项 第三个就是 单从刚才的展示 科普类的给 像我们这种小白类的 他是有用户受众的 姑娘 我今天看你来面试 我在想 你为什么不考虑台前 你现在要找的岗位 都是幕后 因为我其实挺崇拜 幕后的工作人员的 我真的觉得 一个编导的统筹能力 还有他的一个前瞻性 还有包括他的一个 对信息的捕捉量 都是非常值得人去学习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据说你其实 有自己的工作室 也有自己的账号 那你为什么 要离开你现在做的事情 有更多自主权的事情 去到一个企业里面 去打工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我的简历 我没有经历过 很正规的 一个公司的 一个整体的 一个系统化的培训 我就是想 通过一个非常 正式的一个企业 然后去学习一些 比较正规的一些 而不是说自己 我觉得 无论说是做博主也好 还是自己做工作室也好 我并不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 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 因为我并不是 算得上一个大博主 或者说一个卖得 很好的一个工作室 这只是我的生活 还有我的职业经历中的 一部分 我觉得是我想尝试的 所以就是当作 你的一段职业经历 如果你工作两年 三年以后 你可能再回到 你的工作室里面 继续把它做好 我的工作室 我是跟我的好朋友 一起去尝试 我们两个 其实觉得这个业绩 并不是说 是我们自己满意的 我们在考虑 我们该何去何从 是否坚持下去 还是选择一个更好 更适合自己的发展前景 然后所以说呢 我想出来看看 然后这个工作室 我觉得是属于我的 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后可能是我以后 有了更好的发展以后 我相信我的合伙人 还有我的同伴 姑娘我觉得这一段 点减分啊 你绕的太多了 你想把话说圆满 既不想得罪前面的老师 又想给自己留后路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即使是你到 这个公司里工作两三年 未来我在考虑 后面的发展 这也不是一个 拿不出手的答案 你不用把每个事情 都要想那么全 怕得罪那么多人 本来我也是非常支持你 如果在现在这个阶段 去大公司看一看 然后感受一下 大公司企业文化的 学习一下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不用说那么圆 我觉得赵老师 当时说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我的犹豫不决 确实如果要是放在 真正的职场里面的话 会造成一定的 模棱两可的因素 赵老师可以及时地 捕捉到我在职场上也好 还有我为人处事上的 一些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 是值得我去学习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 要进到一家公司 你接下来要做的 编导也好 新媒体运营也好 都是在为他服务 那你之前 你比如说 你可以自己出京 自己运营自己的账号 这些工作可能全部停止 全部要放弃掉 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 因为有很多 在做自媒体的人 他们也身兼数职 并不是说大家就是 我白天工作完以后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 去经营自己了 稍等一下小段 你刚才说的不矛盾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上班归上班 我自己的账号 是我的生活 也就是说你的认知当中 就是我可以进入到 一家企业 去做新媒体的 这个脚本策划和编导 对 然后同时我也可以 在业余时间 去做我的事情 对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陈一峰问了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呢 你可以有你的认知 但是要看企业家 是否允许这样的情况 这一点我觉得 接下来大家如果 给岗位的话 也要说明白 我们来考考 他的职场经常课 领导要求他亲自审核通过 才可以推荐 而他又太忙 同事们又都在催你 怎么办 我考虑一下 好了吗 确实挺拟手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可逃避是 我不可以逃避 领导也不可以逃避 然后 如果是我的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回答 可能有点降低情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效率的问题 我需要去询问一下 领导的时间 见风插针的 然后一定要让他给审核通过 你的办法就是见风插针 问领导 你有没有空看一下 那我首先对同事来说 我肯定不能把这个矛盾指向领导 然后呢 我也 快点 这道题很简单 没那么难 情商课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所谓的满分答案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觉得同事在催我这方面 他们催归催 可能是他们 就是也很着急 但是 但是 我得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 是不是 我可能是不会太在意同事的 这方面 但是 我又会完全 哎 怎么办 小段 我要是非常武断且片面地说 单从这一道题 我觉得你注定无法成为一个 能干好的脚本策划 或者编导 如果你想求全责备 如果你想所有的水都端平 你写不出好的脚本 你也无法通过你的编导 让这个剧的剧情抓人 明白 懂吗 小段一说完 老段就乐了 这个在职场里边非常非常常见 每天都要遇到这种情况 来吧 也不怪你 他刚才姑娘人自己也说了 我没在正规职场上工作过 是吧 其实 小叶老师 他在最开始就提醒过你 你不要想那么多 如果说你想 立住你的个性的人设 那就是你 解决问题的思路 比如说 我就以事情为导向 或者如果你关注人际 你关注向上管理 那你可能要分析 领导对这件事的判断 和对公司利益的影响 那么能看出来你的顾全大局 但是你哪个都没讲的时候 你又在乎很多的时候 就体现出你特别小白 所以我也支持你 确实可以到大的企业去历练 可是我确实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你自己到了一家公司 可能有很多你自己的事情 不能去做 你当时讲的是 我要把时间分开 坦白说 这个在规范的大的公司里面 可能对这方面会敏感 甚至呢 如果你未来到了更高级别的话 会让你签很多很多的 禁业禁止相关的协议 一切的商业行为 可能都要暂停 那我在这就做一个提醒 也希望给电视机前的 很多职场朋友们 让他理解 职场确实有职场的规则 对 这个我要提一句啊 比如说我引导你啊 董文正 他所在的国狱智慧集团 他有几大特色 其中一大特色 就是有这个 老师IP的打造 他们会发现 老师当中的 所谓有前置的老师 明星老师 然后集中企业的力量 去打造他的IP 既对于教学有帮助 又对于企业的品轩有帮助 还能够为 自己其他的业务 去提供一些 更多的多元化经营场景 和落地的载体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可以的 但如果说你在入职的同时 还要经营别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做评判 但是还是那句话 要看各位企业家的态度 小段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好 我们来看求职者的 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呢 你画的内容越神态 越精细 那就意味着 这个人本身的才能 能力越强 但是你要注意什么呢 你说是你曾经养过的 这说明这位选手 不能很好地放下过去 不能很好地融入到现在 所以陈老师提醒你 一定要学会放下 要学会融入 只有这样 你才能把握好现在 掌握好未来 最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一直找新媒体脚本运营 或者编导的岗位 地点有要求吗 目前没有要求 你能接受的最低薪酬 是多少呢 无则底薪 六千左右 好 意向企业有吗 意向企业 其实我个人有注意到 两个老师 一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赵老师 小叶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陈老师 旅拍 比较感兴趣 第二呢 我是 我喜欢赵老师 挺好 喜欢的对 好 有请大家根据 他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不和你姑娘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明朗文化呢 是一家大型的 活动策划和执行公司 我相信你在你 过去的工作中 应该接触了很多 我们这样的公司 那我们确实 没有新媒体岗位 也非常欣赏你 所以我给你 开了一个岗位呢 是我们活动的 策划执行助理 待遇呢 是六千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是天鹅道家 我刚才听到你 刚才有个工作经验 是做探店 到我们公司里 依然可以做探店 工作地点在北京 岗位实现媒体运营 和策划的岗位 基本工资是八千 密拍旅拍呢 我们是一家 那个旅拍连锁公司 然后你可能对旅拍 也有一定的了解 现在给到你的 这个岗位呢 是做我们的 这个跟视频相关的 一个策划 起薪是六千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国域集团呢 是做学校投建和运营的 旗下围绕着教育 有多个产业公司 新媒体这个板块 做的比较广泛 我们国域的口号就是 国域人 国域心 教育梦 那么你说 你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属于你自己运营 那是不符合 现在职业发展 如果选择国域 必然要把你的自媒体运营 跟企业合一 当然我们会在 收益各方面会进行补偿 那么我现在给你 一个是新媒体 我们校服公司 做整体校服的 这样新媒体运营 和推广之作 一个是呢 我们校园老师 IP的打造 集团总部在北京 工资呢是九千家 好 孙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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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发 不好意思 孙杰老师 小队你好 营朗文化为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公关活动的策划和执行 我们的优势呢 是我们服务于 世界五百强企业 你能够看到很多 优秀的公司 优秀的人 那我们另外一个优势呢 就是确实我们是 没有新媒体业务的 因此呢 我们对你的新媒体的 自己的账号 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 所以如果加入我们公司的话 希望能够跟你一起 共同成长 国瑜集团是做学校 投建和运营的 整个系统当中 新媒体的应用比较广 既有专业的系统培训 又有能培养你兴趣的一个平台 国瑜这个大家庭 期待你的加入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好 时间到 段旭涵你的选择是 哇 祝贺赵晓晓晓 感谢董文正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上师 谢谢 我特别开心啊 欢迎嘉宾赢了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段旭涵 祝贺你 再见 我最终选择的是小叶总 我觉得也是我这次 来到非你莫属的一个目的 重要的是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 加以学习 好 来看面试关键词 这个挺好呀 这是个人才啊 我倒对他的工资挺感兴趣的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 这位有野心的求职者 走上舞台 吴丹 42岁 长春税务学院 工商行政管理专业 本科学历 我是来自杰林长春的吴丹 今天我的应聘宣言是 我的人生我做主 应聘的岗位呢是人事 意向企业是密拍 然后我理想的工资是两万五 我希望我能在长春工作 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 给我一个很好的未来 谢谢 好 欢迎你吴丹 来 我要请教一下 为啥直接就选择密拍了呢 这个人事工作哪儿不都需要吗 因为我比较喜欢密拍的 就是企业文化 首先它是一家传媒公司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有影响力的企业 然后它的企业位置啊和工作地点呢我感觉是蛮好的 你刚才说的是喜欢密拍的企业文化 你先告诉我企业文化定义是什么 企业文化就是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管理风格和它的企业内在的一些素养和素质和内涵 企业文化宏观的是愿景使命价值观 微观的是它的制度流程 还有它的人文素养都相关 但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办公地点呀 然后是做传媒呀 这个不是企业文化哦 你是想应聘一个两万五的人事岗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拿这个岗位的标准和要求来考核你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比较喜欢就是工作的地方 然后那你知道我们工作地点在哪里吗 因为我看上面写着大部分的话都在南方啊 但是你的音频表上写的是长春啊 我就是觉得这个企业的话 如果在长春有分公司的话 我还是很愿意来这里的 其实我们对于北方的城市 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要去建立分公司的想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人事行政这样的一个岗位 两万五的薪水可能有点高了 那你觉得自己是值得是匹配的 那你能不能帮我去解释一下 因为我的工作里程呢 一开始做的是文员 后来又做的是办公室主任 我对这个人事管理方面的话 我比较喜欢偏好一点 就是比较有野心 一直想在这个方面发展 你刚才给我的理由是喜欢和有野心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为你的喜欢和有野心去买单 好像这个不太能 那不是 因为我为了就是从事管理岗位的话 特地的做了一些铺垫 哪些铺垫呢 就是重新读了一个本科 专修了一门就是工商行政管理专业 来咱们捋一下哈 你是中专毕业的 对对对 然后去做了文员 后来我看离职原因写的是选择更好的方向 是嫌什么工资低吗 有一点点 后来你去了一家公司做办公室主任 对对对 负责什么 就是办公室的一些管理 还有接待会议 就干了一年 回老家是什么意思 回老家就是原来我在深圳工作了 因为我当时的话有一点点小胃病 所以回家了 你04年从深圳回了吉林老家以后 09年你到了电线厂做工程师 中间的五年你上班了吗 没有 在读那个工商行政管理 他是全日制上课的 毕业以后出来以后到电线厂做工程师 对 但是你干了12年 你的工资反倒比你在深圳5800 低了将近2100块钱 回到长春之后的话有点低 后来的话我又被我妈妈诱拐 又去了一家保险公司 因为我妈妈就在那家保险公司上班 听她说挺好的 然后我也去尝试了一下 做得还蛮好 薪资待遇有所提升 你今天好像也和妈妈一起来面试 对对对 今天我的妈妈也来到了现场 好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这位求职者吴丹的妈妈 你好 阿姨 你好 各位老板好 各位工作人员好 大家都好 别人家都是一个人来求职 我这人家做妈妈的也跟着过来了 就是作为支持吧 您在保险企业干了多少年 我干了五年吧 您做的怎么样 月薪大概是多少 平均一万多 也有高也有低的时候 因为我是厚道保险的 我参加保险的时候是六十出头了 然后呢一个朋友接上我到那去 我这个人呢 人缘比较好 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吧 我就带了老多人了 所以说的这个公司 一看我的人脉这么多 就把我留下了 通过这些个朋友的支持吧 所以说我的业绩一下就上去了 这样事我觉得我在那块干的挺好 所以说的我就把它硬拽下来 就跟我俩一块干了 他当时同意去跟卖保险吗 开始时候是不同意的 后期呢他看我挣到钱了 作为妈妈他不能是坑他呀 就这样事的话 他就同意跟我一块过去了 那他到了保险公司以后干的怎么样 他干的也挺好 那他是独立完成的多 还是说在您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多 这个我们俩在一起 都在一个小组里头 肯定是互相帮助的 但是他只干了一年 后期呢因为有一次我骑自身车 骑的速度特别快 从车子上就飞过去了 我这个腿就摔骨折了 然后保险公司我就去不了了 那个时候呢他就在家照顾我了 最后的时间您给女儿拉拉票吧 您给我们说说 吴丹身上有哪些优点 能够匹配人事岗位 能够匹配2.5万这个工资 我女儿呢是 你要让他说的 哎呀花言敲语他不会 但是他有实干精神 颜语儿也特别好 他做什么工作呢 比较认真 每项工作都能够优秀地去完成 老板对他也特别满意 他在那走了以后 老板给他打过几次电话 都是舍得他走 希望他回去 那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觉得2.5万这个工资 无单 这个2.5万的工资是他自己选的 这个我做母亲 我也不能替他去评判 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心里的 那个把握和信心 如果现在说让您给他今天来面试 写一个期望工资的话 您会写多少 应该我没这个权利吧 我没经历过这些 我没做过这些我没法去评判 好吧 我只能掌声说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吴丹的母亲 谢谢阿姨 请到台下继续观看女儿的面试啊 吴丹 你比阿姨的表达能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对 我妈妈是很优秀 但问题是今天是你求职啊 你还是要拿出你的表现 不能靠妈妈来给你拉票啊 而且你想应聘的岗位是人事管理岗 薪酬呢也不低 2万5 对 按照你的综合阅历 评估你的整体的舞台表现 特别像一个大学在校生 对 我就觉得他的整个的这个简历 逻辑上是不够自洽的 你比如说 你前面确实有一份文员 和一份办公室主任的一年的工作经历 对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办公室主任是偏行政的 跟人力资源 人事管理不是一回事 那也不是 办公室的话 它是管整个公司的人员吗 我想问一下 你理解的人事管理是做什么 主要是做考勤的啊 然后还有培训啊 还有薪资待遇这些的话 帮助辅助去操作的 所以你当时做办公室主任那一年 也做了这些工作 对 是的 好 我先不说这个 再往后你去考了这个本科 然后你是因为你觉得 你想要往管理方向走 所以去考的 对对对 考完了之后 你用了13年的时间进了一家工厂去做计划协调工程师和管理搭搭边吗 搭边 搭什么边 因为计划协调工程师它也是一个管理港 跟这个人事管理中间的哪些模块相关 就是人员管理这一块 企业管理这块 能说的具体点吗 你做了些什么事 就是做人员培训这一块 怎么培训 培训什么 多大规模的培训 就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都需要做一个港前培训 我是在做这个 王总的意思是说 你一个两万五千这么一个人事港 应该能够用人事的专业语言去描绘每一个模块里边的工作内容 以及你能胜任哪些 就你要用专业化的语言去说了 专业化那就是 首先的话呢 就是在薪资待遇这块的话 会给他做一个评估和通知 这个的话就是新员工来了之后的话 会跟他做一个港前介绍 吴丹你刚才讲的很初级 如果是一个应届生在人事部门做基础的员工考勤 入离职的一些手续办理 或者是港前的入职前的培训 大概其五千家就可以搞定了 但实际上 从公司的组织发展到企业文化 雇主品牌传播 这都是在公司的战略维度上为公司去做文化传播的 那同时从我们的战术管理上 公司的流程制度绩效管理 包括人才招聘 培养体系搭建 这也是人事部门里面的这个关键岗位要做的事情 从你的所有的资历和你刚才的表述上 完全让我认为是一个人事小白 可能干过一些相关的事 但是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人力资源的专业岗位 从薪酬上也绝对不匹配 我觉得一个人才的话 根本不在于就是用金钱来衡量 因为一个企业的发展的话 对于人才来讲的话 它是息息相关的 吴丹你有一点曲解了我的意思 什么人才的匹配 我压根就没讲这个话题 我们就用一个八千块钱的人力资源的岗位的角色 说一个共同语言 好的 人家的六大模块是哪 六大模块 薪资培训 然后是 然后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 六大模块 你是两方面 然后还有 为什么呢 你是真忘了还是不知道 你答我的答案找不找吧 你也能说出四大模块 所以你不知道吧 其实吴丹 我真的要提醒你了 我作为长春人 其实我是替你捏一把汗的 你这个两万五 从你上台到现在 我没有感受到 你有一点点把你的能力说出来 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作为老乡他在替你争取时间 想起来了吗 六大模块还有哪些 第一是什么 你能说出来人力资源的六大模块吗 我不太清楚 你们说的是哪几个模块 你姑娘作为主持人 我得说一句啊 不知道咱就说不知道 但你不能反过来说一句说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几大模块 那既然你不知道 我们就请段东先生告诉你 人力资源有哪六大模块 所以人力资源分六大模块 全球是统一定应的 有人力资源规划 招聘培训绩效 薪酬和有工关系 刚好是六大模块 它涵盖了人力资源体系的各个方面 你没有这样的体系性思维的话 你就做不了人力资源 我来问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2.5万的月薪 因为我觉得这个岗位上的话 基本工资都是这些的 您指的在这个岗位上都是这个薪酬 是在哪些城市 哪些经济地区 就在长城就有啊 长城地区的人力的 到什么级别能达到2.5 这个薪酬报告我们都是每年看的 什么级别的岗是2.5 当然他也不是 张源经理总监 他也不一定就是HR啊 你不能这么说 你说那销售岗一年挣个几百万上千万 也是有的呀 你说我们总经理一年挣一千万 但是我不干总经理的活 我要跟总经理拿一样的钱 这逻辑不对 你得说你知道的人力资源 拿到的这个薪水 比较理想的是多少 你觉得你能力跟他差不多的时候 那你说我拿那个薪水 这事是合理的 你同意吗 你是指在吉林长春 就有能够挣到每个月2.5万薪酬的 人事岗位和从业者 对不对 是的 我知道的2万5的话是比较低的了 2万5还比较低的了 对对对 你挣多少钱 不能看他们挣多少 你就得挣多少 你得看 我得看我值多少 人家才给我多少 武丹你说对吗 但是我觉得在工作当中的话 我觉得 武丹 我听不下去你觉得这个概念 如果你应聘的真是人力资源这个岗位 那你至少对这个岗位的胜任力 和基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要了解 你完全不了解 刚才对你的考试那是零级别的送粉铁 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 其实在我们的认知里边呢 就是你的2.5万是不贴实际的 如果你真的喜爱人事这个岗位的情况下 我希望你能够求职一个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一个人事岗位呢 去学习让自己成长 不是林总 为什么给他学习机会呢 林总如果他要今天不说清楚他的能力的话 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几千块钱的人事岗的入职机会 就是对外面那些人事专业本科生是不公道的 一个就是比如说五千块钱的一个人事的话 他只需要做一个基础岗位 那人家也不愿意干呀 五千块钱的人事依然也是具备了一定的职业素质 才能够匹配这个岗位 对本科的应届生如果学人力资源专业 他有一定的实际经验都可以拿到这个薪酬 而且上手还挺快 基本知识逻辑不用教育就能有 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 2.5万的薪酬 我们会有2.5万的考核标准 我们相信你是人才 但是你得拿出足够匹配的表现 所以说我现在要征求你的意见 你是否需要根据你现在面试的局面 调整你的期望薪酬 我还是不想调整 还是不想调整 对 我这么跟你说一下 2.5万的在人力资源的这个领域 起码是人力资源总监的平均水平 那不对 然后呢我还在说 我觉得那不对 不对 好 为什么不对 应聘软件里面工资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 什么应聘软件里面 它给你写的是什么 我不清楚 我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事 对 你可以问清楚 它这个内容的话也都是具备的 但是 做什么 什么港 然后2.5万月薪 就是人事 什么什么级别的公司 什么级别的公司 多大规模 还有行业 对 什么行业 对 什么行业 它是一家私企 私企好 什么行业 行业的话 行业的话 行业我忘记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大家都看过招聘信息 对 所有的招聘信息岗位里面给的是薪资区间 1.5到2.5 它是一个区间 对这个区间就取决于你的个人能力和经验 对对对 你不能取那个高指标 上线是2.5 我就能拿到2.5 这是第一 第二 人力资源是一门专业的学科 我们要对这门学科心存敬畏 因为它跟人息息相关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我真的你 你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认知 来看到这个岗位的话 别说2.5了 我觉得5000我都不愿意给你 看看你的报名表 从2000年你参加工作开始 你的薪酬分别是 2000年到2003年 2100元 2003年到2004年 5800元 对 2009年到2022年 月薪3700元 2022年到2023年 1万元 请问 为什么在这个舞台上 你要写出2.5万的薪酬 你多出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 让我们花钱你来挑战 你这个道理我们实在是想不通 就算你是个人才 你确实有这个能力 你也到哪个地方证明了 给我们看 我们才会给你这个薪资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人才 让我们去花钱 拿这个薪资拼你来 来证实你有这个能力 您觉得道理说得通吗 我想借用陈小波的话 再追问一句 吴丹 要是你不是人才的话 你没达到2.5万这个薪酬 咱能把钱退给人家吗 那我可以 你如果觉得我不生日的话 我就可以离开 吴丹 我给你2万5千块钱 你现在是人力资源总监 你把人力资源总监的岗位职责 说三条出来 好不好 首先第一条呢 就是人力资深 然后人力资源 人力人员激励 然后是 企业培训 你看过人力资源总监的岗位职责吗 看过吗 看过 你显然是没看过 没有一个公司会这么写 我最后来说一下 首先这个感谢你选的密拍 但是整场听下了 我觉得 你一直以来 被保护得太好了 你对自己的认知 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偏差 你不能让企业 为你的喜欢和你的挑战 去买单 我可以走了吗 是让我走吗 你 让我离开吗 你觉得呢 那我离开了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没有了 谢谢 但是我觉得 今天这场面试 如果最后 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话 既正常 但我又觉得有些遗憾 你要知道 大家还是 对你今天这个2.5万的薪酬 和你过往的这个经历 很质疑的 没事的 回去的话 我会弥补自己 然后多多学习 我有一个建议 下次如果有机会 去面试的话 不要带妈妈了 自己去面对 自己去经历 自己去成长 那才是你的人生 好吧 牡丹 好 今天的面试 只能到这里 好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 主持人话没说完 就走掉了 求职者 当时大家觉得 薪酬和我不匹配 我觉得我的内心 有一点点小失落 大家可能是比较了解 我的缺陷的地方 我会回去的时候 再重新努力去弥补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篇 2010 F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 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 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 全篇 F163.com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拜拜 一专多能 不忘冲心 刘依依 二十七岁 英国埃克赛特大学 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学历 大家好 我叫刘依依 今年二十七岁 研究生 毕业于英国 埃克赛特大学 对于求职来说的话 我没有一个 非常固定的岗位 或者企业 我希望能够 帮企业发挥到一些价值 以及呢 也希望企业能够 带给我一些 不错的薪水 谢谢 好 欢迎你姑娘 唐山的 对 我是唐山的 哪年出的国呀 我是在2021年 你在国内读的本科是 学的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I am I am I come 这个呢 是一句你好 这是打招呼 你好 对啊 那你去过阿拉伯语的国家 有学过吗 没有 依依 你为什么要选 这样一个小语种 因为学英语的人 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些 想万道超车 或者就避开那个 独木桥千千万马都挤了 对 阿拉伯语专业好就业吗 一线城市 就业力会好一点 但如果说 比如说像在唐山 没有那么好的就业方向 你2018年六月毕业的 对不对 对 你是2021年 去到国外 对 你2018年毕业之后 你去了传媒公司 当主持 你怎么去干了我的 这个专业呢 想要跟你抢饭玩是吧 对 我有点紧张 有一句话说的是 志向和热爱 是伟大行为的双逸 所以我觉得 可能第一点来讲 真的是 非常的热爱和喜欢 喜欢播音主持 对 在校期间经历过吗 当然 我们的学校 它是有播音主持 专业的 所以去旁听 然后自己也是 找过一些老师去学习 你在这家公司 干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家公司给你派活 对 你是他签约的主持人 不算签约 就是我在那里工作 而且月薪一万应该说不低 那肯定不可能 就直接给到我一万块钱 包括一些策划 还有就是 也要干策划 对 执行你干吗 就比较简单的 小场子地干过 小叶 就是你们活动策划执行公司 等于是养了个主持人 有这种活 可以让这个主持人来干 是吧 对 应该有可能是他 小型活动不停地有 这样的话 自己养一个主持人 确实是一个性价比 很高的选择 对 你能不能从你们 活动策划执行的角度 给他临场出个题 上场的商演 商演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菲尼莫说要开直播了 然后要把这个事情 告诉大家 那么这场活动呢 体量不大 赞助商呢 是国御教育 在这个情况下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问好了之后 你可以开始 我想知道 我们办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为了宣传 还是说为了赚钱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那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目的呢 是希望有更多的求职者 和对职场有兴趣的人 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跟我们的主播来互动 了解更多的知识 分享更多的知识 那么我们最终的考评 可能就是以 你在活动前 直播间的流量 和到最后直播间的流量 这个比对 然后来看我们这次活动 是不是成功 然后我们希望你给到 我们第一活动的流程 然后大概的板块 亮点环节 然后你简简单单 给我们主持一下 开头结尾和亮点 好 大概了解 我觉得首先 既然我们要一个宣传作用 那肯定是线下和线上的 同步会比较好 中间要穿上一些小奖品 或者说我们进到直播间的人 帮他们修改简历 又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福利 这个是吸引人的一个点 其次的话 在活动的现场 也可以增加一些 才艺展示 来博一下眼球 在直播间的时候 那肯定是 也是需要一些互动 让我们的热度上提高一点 其他的话呢 肯定是要提前 去做一下宣传 吸引更多的人 当天可以过来 然后模拟一个 中间的小环节 好 那我现在看到 有很多的求职者 准备好了你们的简历 来到了这里 现场的话呢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我们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的游戏页面 可以获得属于您的专属简历 好 各位朋友们 可以招请时间啊 赶紧扫描一下 我们的二维码 进入到游戏的活动页面 当中来 这是一个干什么的直播间呀 亚运这种老实人也学坏了 我变成粉丝嘛 在直播间里出现的 我肯定好奇问 我半天我也不知道 这干嘛的 好 那我看到有些朋友 是刚刚进到直播间来啊 那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呢 是我们的非你莫属的节目 那刚进到直播间的啊 也可以赶紧扫描一下 大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参与起来我们的互动游戏 就可以获得属于您的 是那个老牌的 这场节目非你莫属吗 是的 没错啊 我们能报名参加吗 可以的 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啊 抓紧时间赶紧扫描一下 大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进入到游戏的互动页面当中来 那我们共同倒计15秒钟 来开始我们的本轮小儿戏 好吗 来 五 赵小夜 好 那游戏开始 赵紧时间啊 加油啊 好 好 谢谢 谢谢依依 来 我们请赵小夜 出题人点评一下 首先啊 整场的表现 临场的感觉是很好的 但是 整体来说这个活动是失败的 策划是不行的 是为什么我先跟你说的 咱们是一个 剑下活动 你完全是一个 线上直播间的这个形式 眼前都是人 你这话说的就都对不上 第二 从头到尾 我数着你最少说了 六到七次来扫描二维码 参与小游戏 你为什么要扫描二维码 去玩游戏呢 这个逻辑也不通啊 你的问题特别好 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 去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此刻直播间里 有人没人 你也没说清楚啊 比如说 你说在我活动同时 这个直播间里就是有人 在我旁边还有一个主播 配合着我 他在线上 我在线下 我一说他就动 我俩在这打配合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这么一人 就是你 那你现在在一个线下 线上又是一枚人的直播间 然后你让他扫游戏干嘛去呢 这些我觉得都是 可能你自己这个逻辑闭环 没有完成 但是他好的地方是 他的奖品特别有心思 他的奖品是每个人 将会获得定制的简历 这个我觉得是最加分的地方 但是你特别减分的地方是 那咱这次活动 金主都没出现 我图啥呢 对吧 总而言之就是 没有太多经验 但是综合素质是没问题的 我来点评一下后半段 面试其他选手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 我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看我看他 他这样 他把眼睛这样 挪开了 我说拿挪开就挪开吧 可能我的注视可能不礼貌 但是我必须要肯定一点 就是你的刚刚最后的那个主持 比较自然和亲和 挺舒服 十分满分 我愿意给他打八分 大家注意看 他从这家传媒公司 出来之后去哪了 去了某婚恋网站 来说说这段经历 你怎么又跑那儿出去了 因为当时狂王正好跟我说 他看到了这块的招人 对 然后当时过去了 我要做的东西 是关于策划和主持 他都是单身的男女嘛 通过一些小互动 你有对象吗 现在是有的 那时候有吗 那时候没有 你没有 你给人怎么策划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 就是什么样的活动 我是单身的时候 愿意去参加 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活动 能够促进 就是咱俩不认识 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去交流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跟我去 倘务更多你的事情 让我更好地去了解你 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想尽办法 让咱俩可以快速了解 然后觉得 你就是我心目当中 想接受一生的 太早了 就是说咱俩能互相留个微信 愿意再下一次再见 那就很不错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个问题 就在你这种活动中 我们虽然没做过 但是我们也接触过 经常会出现优秀女生比较多 男生比较少的情况 这时候你没法配对玩游戏了 你怎么办呢 对 所以在前期的话 会付出比较多的努力 确保这个活动有吸引力 男生想来玩 那你遇到过说 到了现场制衡的情况吗 会有 那你作为主持人 你怎么应变呢 这时候的话 能让女生先主动一点 热情一点 更多地互动起来 怎么热情一点 和怎么互动起来 就是我们想听你 当时的具体处理 可能我会 这个游戏从两个人一组 变成单元一组 她也是能够进行的 就切换一下小戏 就是这个 你作为一个已婚妇女 你还是不了解 在这种现场 其实单身男女的场合当中 主持人的作用 其实是其次的 你只要把气氛烘托到了 大家的积极性 其实不用过多地去调动 我确实基于业务 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的 其中一个客户 跟我吐槽过 说他们的另外 一个单身派对 然后那个供应商 做的不是很理想 但说了一些问题 我确实也想知道 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接触到这种项目 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为什么 我刚刚提到了 前期的重要性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结果 所以说只能在前期的时候 我就要去下功夫 所以你用活动的语言 就说我们其实 是要做好前期邀约 就够了 你有主持过什么 比较大型的活动吗 录制唐山的一个 网络春晚 那个时候 正好他是在 唐山地区 就是去选人 然后也是 表幸运 就确实就选上了 第二个不忘初心 我说你这是一个 留学归国人员 一般常用的关键词 你看我猜对了吧 对 那你留学之后回来 但是回来之后 我发现 没再找工作 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如果今天在这儿 聊了这么半天 你要想找岗位的话 还是得给我们一个范围 就是你是真的觉得 什么行业 和什么岗位都可以呢 还是说你有你倾向的 比如说你有这样的专业基础 你有没有对某一个行业非常钟情 比如说你学教育 对吧 那你可能想进入教育 或者说你在互联网行业 你想就专注于互联网行业当中 跟你曾经相关的 就是你给一个倾向 大家更容易考核你的能力 那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希望是传媒一霸 主持和策划 教育方向你考虑吗 因为你在国外学的 就是国际教育专业 我觉得也希望能够考虑 但可能对于教育行业来说 没有全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可能会有一些些欠缺 你看你的专业能力 在语言能力上挺强 托福一百一啊 然后呢又有小一种的背景 还有这个教育学硕士的背景 还在某知名的公司 做过教师这个岗位 但是你对这个 跟你教育相关的职位 也没有那么多的兴趣 我就有点模糊 那你出国留学干嘛去了 我觉得一方面 是提升自己的学历 跟一个眼界 想看一看国外的教育 跟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对 看完之后呢 因为老师岗 可能他更想要的 比如说教英语 他希望的是 本科研究生都是这个专业 因为可能我的本科 不是这个专业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关键是你在 从国外回来以后 你找了工作机会没有 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话 教过一些孩子 是在教育机构 还有在家里的一个兼职 教的是哪个学科 英语学科 阿拉伯语你考证了吗 没有 正常的交流可以吗 因为现在的话 经过这么多年嘛 可能是忘掉了一些 但这个可以用一段时间 执起来 没做过这个小于种的教学 没有 这样啊 你要告诉我们哪些行业 如果让你选 你是感兴趣的 传媒你说过了 再说两个 那就是英语的教育了 第三个呢 那怎么就没有了 就不要第三个了 就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传媒 一个英语教学方面 对 传媒方面 我们基本上已经考察差不多了 那现在呢 关于英语教育方面 可能国语那方面 董文正是不是有什么专业的问题 要考呢 你英语这方面 是有教育证吗 没有教师资格证 没考过是吧 对 那你在国外的时候 跟其他的人在交流 感觉是什么样 是一种很顺畅的 还是很抵触的 还是什么感觉有吗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跟我的个人性格比较相关 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好的 不是董总 我觉得你这一段面试 没有效果 就你面不出来 他在英语教育上的专业能力 我问的问题 跟我跟他搞是有关系的 他答的你怎么判断 是对是错 是真是假呢 咱往下不要考吗 现在给你计划的一个港式 国际学校的联络官 做咱们研学留学对接 你就用英语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简单吧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yses and media friends Good evening I'm Elena I'm a gradu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And my major i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ank you 没了 好的 还说一些别的吗 因为这简单就是 你不能多说几句 他既然考托福了 他的专业不会有问题 对吧 所以呢 我要的那感觉刚才已经考过了 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 在公司里你的专业能力是最强的 你觉得与同事维护好关系重要吗 与同事维护好关系比较重要 因为一个好的关系 它可以决定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然后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是最强的 那么我可以用我非常强的专业能力来帮到一些同事 也确实是职场当中非常常见的 那也可以说用我的专业来去跟他聊一聊 或者是互相的一个促进一个帮助 你的专业能力是最强的 你也说跟同事之间有摩擦是难免的 然后你又说我用我的专业跟他去聊一聊 你不是欺负人家挑衅人家吗 不是啊 但因为我的专业是最强的 所以他肯定会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我能够去帮到他的话 那他其实是不是会对我一些好感呢 那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跟同事维护好关系 如果你是这种思考角度的话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啊 其实透过你刚才的表述能感受到 你是希望在团队合作当中是一个倾向于与别人合作的风格 不太喜欢有冲突 当然同样的话呢 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大前提是你专业能力很强 你在不在乎同事跟你之间冲突感受和 有可能你因为你的专业强产生别人嫉妒 其实这趴你没有表示太多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还是一个从性格上比较温和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端水 好的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刘灯的企业家 根据刘依依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祝贺女姑娘还剩三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有请三位 依依你好给你的岗位呢是影老文化的活动项目助理的岗位 起薪的是六千家那如果你在活动上承担了主持工作的话 我们会有另外的待遇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旅游顾问助理六千 北京 国语集团给你的岗位呢是国际学校的联络官 月薪 一万五 工作地点在北京 但每年会多次出差 好 刘依依考虑一下三个岗位 灭掉一盏灯 请出发 我自己了 谢谢 谢谢 好 有请二位 你好 影老文化呢是一家大型的公关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公司 我们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项目助理的岗位 呃 待遇呢是六千家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你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这个岗位在之前是怎么样的去进行的 是这样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各个关键环节的把控 那么我们的助理呢是帮助我们的各个项目经理 去完成一些基础的工作 支持性工作吧 国语集团在旗下教育板块 有国外的留学游学和交流 每年都做营学 同时做出国留学的招生 然后呢需要有人常年的跟国外的学校做各种对接 给你的工作是国际学校的联络官 月薪一万五 每年都有多次出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这份工作对于之前做这个岗位的人来说 他所经历过的最大的挑战或者困难是什么 第一个挑战是对你的语言专业性 那么第二个挑战是跟国外学校和国外校长的沟通 沟通的顺畅性是很关键的 以前我们这个岗位做的不好的都是没法跟国外建立特别好的关系 其实业务比较简单 好的 好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祝贺赵小叶 感谢董文正 去吧 姑娘和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欢迎加入英朗文化 谢谢 特别喜欢你 谢谢 谢谢 好 回到舞台上 挺好的 从回国以后一直没有走入职场 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你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 希望你能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迎来属于你的美好未来 感谢你 再见 谢谢 谢谢 我拒绝了国欲是因为 他这个岗位是需要出差 我可能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招一个人 他希望能够长久地在这儿干下去 而不是说可能干一两年就走了 而对于我未来的发展 肯定是要结婚生孩子 那我更多地会希望 能找到一个不需要太多出差的一个职位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聘 2010 at 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聘 at 163.com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非你莫属 我们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中文字幕——YK